肝功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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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调理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李芳 陕西省中医医院 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 肝功能不好 这个在临床啊 我们叫肝功能异常 通常情况下 引起肝功能异常的疾病 包括脊脉性肝炎 酒精性肝炎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 还有自身免疫性肝炎等等 它都可以引起肝功能的异常 那么在早期的话 病人可能仅仅就表现出来乏力 厌食 厌食油腻等等这些轻微的表现 在肝功能当中呢 会一点一点的记录这个肝脏的表现 虽然我们没有症状 晚期呢就会出现一些肝硬化的表现了 那么在平时 调理当中 首先第一点要保证充足的休息 绝对不能劳累 我们中医讲叫 卧血归于肝 意思就是说人在躺下的时候呢 肝脏的血液是最充沛的 那么只有在好好休息的情况下 肝脏才能得到充分的休息和调理 在饮食当中的话 就是应该要多吃一些蔬菜和水果 这样能够及时的补充营养 提高这个肝脏的储备能力 另外呢 就是油腻的食品要少吃 尤其呢对于这个脂肪肝的病人 一定要少吃油腻的东西 还有一个就是饮酒 不管对于有没有这个酒精性肝炎的这个病人 只要有这个肝功能异常 都是不能够饮酒的 因为饮酒会加重这个肝脏的一个损害 无疑于血上加霜 那么有些病人就问了说是 那我可不可以喝点葡萄酒 或者啤酒 其实啊就说 不管你是啤酒 葡萄酒 白酒 红酒 它通通都是含有酒精的 都是不能够喝的 所以呢 在临床当中一定要戒酒 就是但凡肝功能异常一定要戒酒 另外呢 就是中医讲这个怒伤肝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平时的生活当中 一定要调节好情绪 千万不要发怒 就是你每一次发怒 可能对肝脏都是一丝损害 感谢观看